歡迎大家來到逢星期五晚十點直播的動漫廢物 剛剛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有聲音 是因為我們正在鼓勵中 所以就收了一把聲音 免得讓大家聽說我們鼓勵什麼 待會不會聽的 還有一關咪高峰就會有很多不外出的東西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直播時段 收聽方法大家現在在Youtube聽著 如果沒有聽到Youtube的話 就可以去我們的Patreon加入我們的會員 每個月五元美金作為一個小小的支持 也可以重溫到我們的節目 也有一些Patreon專享的節目 可能不是很多Patreon的朋友都有留意到我們的Facebook Group 因為既然剛剛上個星期那一集 應該說今個星期出的那集《十方者》 兵之就表示他很討厭大事大事的人 就發訊息給他跟他說 新年快樂、聖誕快樂那些 所以昨晚就故意做了這件事 但是很可惜沒有什麼聽眾配合 打算用民眾壓力去摘救 其實也很糟糕 大家好,我是1月1號,還要回來錄音的Sunny 還有我,Rita Thomas 路過的DK Kyle 1月1號就是新一年的新開始 跟大家說作品 說一些... 怎樣說呢 叫做... 溫暖一點點的話題 今天天寒地凍 天寒地凍 今天很糟糕 跟大家說這個動漫的暖男 其實我們如果說動漫的一些專題 例如一些動漫兄弟 我們其實都很喜歡分港日曼去做的 但是港漫在暖男方面實在是比較難 比較難一點的 就是... 超級無敵愛你算不算暖男的一種表達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要花時間去討論 只是討論這個話題都夠一集 所以今集的一些例子方面 我們可能就... 未必會討論到港漫的角色 如果各位聽眾有什麼補充的話 就在... 出門 或者我們這集節目的下面留言給我們 那... 暖男方面 其實Thomas都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去作出一些定義 個人的定義而已 也不知道有資料搜集 其實我們之前聊的時候 都聊一下究竟 怎樣為之暖男呢 個人有少許定義的 首先那些暖男 通常對大部分人都是很lice 而不是局限某些對象 例如你像山智 山智對所有女人都很lice 但是他對男人就不lice 所以我不會定義他是暖男 就是比較紳士 樂於關心人 樂於幫助人 就算是敵人 他都會嘗試去理解對方 通常就比較難發怒的 我們聊的時候 也有人提起 例如明媛算不算暖男呢 那我就覺得 明媛不算暖男 雖然他都中了很多項目 他都是 樂於關心幫助人 心地善良 但是明媛我覺得他都比較容易生氣 而且 他比較容易對人有偏見 我記得有個 勇筆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你不記得了嗎 佐井 佐井 佐井好像對他都沒有做過什麼 但是他那時候不知為什麼 對佐井也有偏見 他養生也有多少次做過 對 在我定義裡面 暖男就 最好不要對人會有這樣的偏見 一開始就 可以說 一些實例 那譬如我覺得 劍心先 不如 浪客劍心的劍心 是我們有圖的 我覺得劍心 也是一個 挺典型的暖男 其實他身邊也有不同的人出現過 譬如 其實他 頭一旗打龍本 好像也是 李彥就出場 就是那個小孩 他一出場就是打劍心荷包 如果你對著其他 譬如 我假設明媛被打荷包 他第一個反應 可能是會生氣 但是劍心也是抱著一個 很和善的態度 甚至是給你一個銀包 這樣放 李彥走 還有劍心對不同的人都很柔軟的 例如 食霸王餐的佐之助 講得再嚴重一點 例如 密探的守令 叫什麼名字 倉子 倉柴 紫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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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連紫倉呢 忘記了 就是密探的守令 我比較印象深 就是他最初 去講大宅救阿慧的時候 打倒了 守令 後來那個奸商都發瘋 是殺了 紫倉的手下 他見到紫倉 就來暴走 那個樣子 他都跟紫倉說 如果你要恨就恨我 是 如果你可以令到 你受到安息的話 其中一條路就是 打倒我 是 他都怕紫倉做一些傻事 寧願背負 紫倉的一些仇恨 對不起 倉子 倉子 寧願背負紫倉的仇恨 也不想 倉子亂來 在不同的情況下 劍心都會有這個 除非你是 例如智智雄 這些沒辦法談的人 否則他都會抱著 什麼態度去對不同的人 我覺得他是一個 挺亂的地方 如果你想說 這樣也不成立 因為明門 他會生氣到人有偏見 劍心見到 齋藤一他都會生氣 他穿了 劍心和齋藤 之前已經有一些職縣 職縣就建立在 他們最初 那段什麼時間 他還是維生自事 和任新郎的時候 所以才會生氣 但是 所以 不是這類人 他都不會 而且那時候的職縣是建立 他還未成熟的時候 那時候 我覺得職縣有點大了下來 但是你說 如果是 28歲左右的劍心 對著一般人都是不會 這種偏見 比較少 比較少 因為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聽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是有少少誤會的 好像聽眾這樣說 其實如果是少女漫畫的話 其實大部分那些男主角都 都很像耳莎斯 但是我覺得耳莎斯 這件事 其實是分兩個層次 耳莎斯有第一種層次 就是 剛剛所說 就是一個很傳統的 對很多人都很好 正如剛剛才去講的例子 第二個耳莎斯 是 多數是後宮漫畫 為了要 合理化很多女兒陪著他 所以硬屈他耳莎斯的耳莎斯 我想問一下什麼 《溫柔》的日文版 《溫柔》的日文版 對 因為很多人都有講的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 我在定義的時候 都是在想 會不會是很多 KBL地獄緊 痴智熊是亂藍的 不理想 你有沒有地獄緊 你有沒有誤解 對 然後 我不太清楚 這個劇情是什麼 莫智智熊是一個 被火燒過的人 被火燒過的人 親包想分開 輸到變了木爛 他一定可以出火 因為他體溫很高 所以各種能夠長期戰鬥 他只是熱藍 這個就 火藍 那意思是如果是 和艾斯也是 艾斯 還有Jojo三部那個 叫做什麼 阿布德爾也是 對 那也有很多暖藍 那有物理上的暖藍 有第三種 那我還有一種 原來 對 我覺得其實 應該先這樣 作為女性的角度去看 大家姐你怎麼看暖藍這個設定 和Thomas的定義會不會有些不同 暖藍的設定的話 其實 你說在漫畫上面的暖藍設定 對 那就要看一下他怎樣做 多數有一些很討人真的暖藍設定 例如有田春雪 他是選擇作者老屈他是溫柔 但其實他一點都不溫柔 而且是很討人真的 這些是很失敗的設計 那有些什麼 稍為會說得好一點的話 就是說他可以 我覺得最大的指標就是 他能夠容忍到一些很討人真的人 譬如可能 如果他 好人的話 其實應該是所有的少年漫畫主角 全部都應該是好人的 但是如果是要到了 能夠容忍很多很討人真的人 我覺得比較表揚者是廣賴康一 就是好像 他是能夠容忍到最神經的人 譬如他女朋友尤花子 曾經差不多已經是近乎侮辱的去虐待過他 他都最後可以一起到 然後又或者是 整個遠最討人真的 岸邊老伴 他都可以跟他做到很好的朋友 而且是可以 純服到他最後跟寧美姐姐 說再見 那都是只有康一一個 那我就會覺得他這一種 就是最典型 Thomas所說的 暖男的形象 我記得有個位置 他都算是挺暖的 我記得有一集是說 路伴給一個替身叫廉價旅行者 就纏了一倍 那其實路伴也是第一時間找看一的 因為他覺得像座不會相信他 第一時間找看一先 那雖然看一來到也是不相信他的 因為這件事太過 太過說不通了 看一不相信 那你走了之後 看一都 於心不忍都會回頭找一找他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事呢 就是他都不想 路伴出事 那我覺得這些位置都能知見到他暖男的一面 其實你這樣說 我跟他對暖男的定義有少少不同 不過我可以後邊說 其實說到底是一個沒什麼脾氣的人 我想這個是條件之一 沒有脾氣的人 就是因為一個醋底你很難說他暖的 因為你的醋底你不斷屌人 很難暖的 我看到有聽眾問 其實暖男到底只是對女主角好是暖男 還是對所有人好是暖男 我想在我們今次節目的定義 是對所有人好那一類型的暖男 如果只是focus女主角這件事 其實我們主持自己知道 在聊的時候也有斟酌過的 那他想交好那條女主角 那他一定會對他好 那那樣叫不叫真的暖呢 我想說的 是幾不絕對的 那我自己的定義有少少不同 我覺得對女性好的就行 對男人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 當然這個很depends 個人你怎麼看那件事 因為例如 我不知道誰找到那篇文章出來 很搞笑的 他有五個暖男的特徵 我是看完後 我心想做什麼 因為很久之前 我現在不覺得 怎麼看完那些港女文呢 我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要看那些港女文呢 你做research的時候 這個真research 你讓我找一下 因為張圖真的很久 張圖 張圖我是覺得 如果有人相信這件事 叫暖男 因為是給女性看 他應該是瘋了線的 我想跟你說 你應該找 他的條件不是這樣寫 我原文照讀 五 有內涵經濟穩定 暖男並不時是軟飯的男人 所以他們必須得有一定的經濟能力 他們具有養得起你的能力 願意為你花掉自己的所有錢 我想說的是 我這樣看這個標題 我是覺得 即是一個人的內涵 等於他的經濟能力 內涵是可以量化的 你有五十萬的身家 數值化 你就有五十萬的內涵 這個李嘉誠厲害了 有一百 我忘記幾次身家 一百六十億 上千億的內涵 我覺得這些內涵太容易計 不過我沒有這些內涵 所以我不是一個 即是在這個定義 我絕對說不出 他會不會只是 你總之為了女生花盡所有錢 即是想想你得過 你是計算數值 金錢的數值 還是計算的 因為根據定義 他有寫的 其實他有兩個定義 第一個定義 你要有經濟的力量 他知道你有一定程度的錢 還有你要為了 我不知道 即是他講到 是specify一個女人 你很難為所有人 花掉所有錢 你為specify那個女人 肯願意 花光你的所有錢 那我也是過世呢 如果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 因為他們是垃圾不廢 廢了 廢了 即是他本身要有一個standard 是要達到的 然後 而且你可以 用到100%的錢 你越接近100%的話 你會越接近這個暖樓 你的內藍值 內涵值 也是越高的 嘩 真是非常涼化 所以我抵人了 我真的沒有一個暖樓 但其實 Based on 這個定義 他都不暖很多次 因為一用 就要用完所有 嗯 他 清完袋之後 他 就暖不下去了 你炎了 已經沒有了 對啊 問題就是 看看你的內涵值有多高 成哥的內涵值這麼高 他不可以不斷給你 他是打算給你 但是你的命不夠長 就拿了他 那是你侮辱 你的內涵要超過那個女生的需求 哈哈 哈哈 是啊 是要大幅地超越 即是成哥可能想去追女生 是這樣賺很多錢 但沒辦法 我賺了幾千萬 都用不到我身家的1% 那我就很難得了 我一直都覺得成哥的內涵 普通人呢 就只可以 可以向單一對象暖的 而成哥的級數 就可以向多床對象暖了 哈哈 大包圍 那你又不 如果根據你們的說法 其實成哥都可以是一個暖男 來的 他派多少錢這幾年 那些窮學生 每人一萬元 對所有人都好 不閒男女還要 如果這樣說 李嘉誠就是一個暖男 他不是一個動漫角色 哈哈哈哈 下次我們要創造一個動漫角色 就是以他作為男人 我們是一般 十方講現實的暖男 哈哈哈哈 對呀 那有聽眾都說 就是有聽眾說 阿天之咪很小聲 不是其實阿天個人很小聲 因為我們是用同一支咪 所有人 是啊 那我們就是用龍珠的眼鏡探測器去做 通常讀到成哥的位置就敷爆眼鏡 我看到成哥的兒子都爆了眼鏡 我什麼時候看到成哥 哈哈 那上面有聽眾提到 我的角色 我們其實討論的時候 都放了出來 因為我本身打算討論 到底大雄和春木鎮 誰屬於暖男 到底春木鎮會不會是屬於一個 因為上面阿依然都有提過 就是暖男和中央空調的渣男 是很難去 其實阿敏這個問題也很像 你問一下靜乎大雄算不算暖男 經常去看他洗澡 哈哈哈哈 如果他都叫暖男屯門色毛 我都叫什麼 但是因為在設定上面 大雄是一個善良的人來的 是 因為你是善良 所以你抽看我洗澡都沒有問題 分開了 你善良 跟你裝我洗澡是兩件事 OK 分開清楚 你要明白 一個人說 就說到自己很善良 看他做什麼 即是我很善良 但我常常裝個女生洗澡 這些呢 其實常常叫色魔 那色魔可不可以善良 可以 但是說不上一個人 所以大雄不是 那春木鎮會不會是呢 但是 剛剛說大雄裝洗澡 這件事 其實他想裝的時候 他會失敗的嘛 他裝得 真的裝到的都是意外 不是真的想這樣做的 其實我是靜香陰他 特意想給他裝 有個這樣的說法 所以靜儀才是暖男 你想說 因為他任人裝 如果根據這個說法 你是不是應該 她是一個女人 任人裝一個女人 要淫婦 你不是嗎 我是中文 不是 我覺得你不能這樣說 她是一個新時代女性 哈哈哈哈 還不收錢 我是覺得你這樣說 實在太過歧視女性 因為 物化女性你這樣說 對 那 那大雄春木鎮算不算呢 他做過的事太少 即是很難找一個 例證 他對很多人都很nice 但我又想不到他幫我的人 他最多就是教一下靜儀總課 通常都是這些 是一齊總課 是教靜儀總課 好像叫你教大雄總課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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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 其實都depends 因為最後我問叮當 是不是 但是 其實他技術上來講 他都只是對大雄好的 技術上來講 那 那 算不算呢 嗯 因為去到發生氣的層面 其實叮當是一個容易發生氣的角色 但是他發生氣會幫你的 嗯 都未必的 他發生氣會炸那個世界 他 他只對著老鼠會炸那個世界 他對老鼠不nice 哈哈哈哈 那不是人 對老鼠不nice 但是 他 majority上 他都 願意幫人的 當然有時候你要給一些豆沙泡 去賄賂他 但是 呃 對我來講 因為童年回憶 所以我覺得是 但 我突然想到一個 就是叮當都幾遲的 會不會是 忍者小靈靜 小靈靜都幾願意去幫人 就是他兩個 我覺得有點像的 小靈靜 小靈靜 小靈靜好像比較 嘖 我又不能夠說自然 跳皮一點 是啊 但他 他本身份人都好像是 沒有什麼 就是他都很願意去幫人 例如 他寄宿在健仔的家 他老母叫他去買東西 他都一定要做 沒辦法不做 這些不是不幫 你知不知 我當年寄宿在人家家 我洗衣煮飯做完 是啊 那這些應該是付出 大哥 你明白嗎 你是住在人家家 人家沒有收你錢 OK 那你掃地是很合理的 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叮噹 他在天生來講 因為他的製造出來 就是作為保母機型的機型 所以作為一個保母 他比較暖男 是一個很合理的一件事 就是你很少 不是沒有的 但會變成另一本漫畫的主題 就是那些極度保母 那些 不是不行的 所以我覺得他天生出來 在一個機能設定上 他本身就是暖男 而在畫面 或劇情整體表達出來 其實我都覺得 他是一個很平衡 你看到他的時候 會很安心的一個角色 但是 我想因為他是給小朋友 所以他很多時候 跟小朋友的關係 或者情緒 會很接近 所以都會有一些 比較大的情緒波動 但整體來說 我同意他是暖男 就是說他發生氣 其實都很正常 他都不是第一次看到大紅發生氣 都是日積月累的情況之下 等他不上才發生氣 如果這樣說 看一對著 誰都會發生氣 對 男生以大紅的個性 和能力 丁當舞 吊起他來打 就是一個好人來的 這樣 有聽眾說 花倫同學次第 他是有錢人 有錢人 他不是你說那種有內涵的人 他不肯說人家花錢 他不肯為小燕子花錢 其實花倫同學這件事 是有改動的 因為是舊版和新版的花倫同學 是很不同的兩個角色 我記得以前是 這個叫做 以前的花倫同學 是 他們曬命曬有錢之後 會做一些測試 但是去到新版的花倫同學 是真是真戀男 變成很慷慨 又對小燕子很好 除了對小燕子之外 他一定對一個同學是不好的 小燕 除了這個 那就是看樣子了 那他也沒有對小燕子做過什麼 避開他 那很合理 避開小燕子 想想誰是小豬 就是那個很迷戀他 對 那個很肉酸的女班長 你這樣說也不對 他是舊時代女性女 哈哈哈哈 他的樣子都有分更新舊時代 不是思想才分更新舊時代 是一個很救惡的人 他在愛情上都很新時代 記住 有聽眾 Lawrence很危險 Ethan成哥才是暖男 到處送暖給其他女 很危險 你繼續學習成哥的話 我怕Licebow的情節發生在你身上 你太看了他 你以為有人會學到的 那我不知道 你不要小看我們聽眾 不要小看我們聽眾 但就要叫他小心一點 Be safe 那我覺得Yin Yin這個 其實他問的這個問題也很有趣 是 到底譬如一個男人 一個所謂的暖男 如果他對所有人都很好 但是不是對某個人很特別好的時候 那他還不是一個暖男呢 我覺得是的 我覺得一個暖男就反而應該有差別待遇 應該對所有人都比較公平 其實是真的有點像中央空調 但是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如果你這樣 這個人多數拍不到拖 我都很肯定 那你討論一下暖男 不是討論一下出坡 那女兒就會問你 為什麼你對你的朋友和對我一樣 難道你回去回答 在我心目中你們的價值是一樣的 所以這件事我都想了很久 講暖男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在動輩主持的心目中 討論的動漫暖男是要和愛情無關的 我覺得暖男和出坡是真的兩件事 你可以為了出坡而發暖 可以的 但是 本質上面 好像我們現在畫面還看到的多麗夢 他的暖是天生的 雖然工廠做了給他 他一設定天生就是暖 對所有人都是這樣的 他丁多不是為了要混淆天堂的貓而變暖男 我覺得稍微有差別待遇都可以的 很多人都很好 然後對一個人特別好 都叫暖男的 你反過來 對一個人都不好 對一個人好 你可能對一個人來說是暖男 但是對大衛來說你都未必是一個暖男 我人生之中我認識過的 我覺得那個暖男他對朋友不錯 對女性特別好的 他男女你很明顯看到有差異的 不過他對男性朋友不是特別壞 所以他溝很多女的 這個人 基本上他那種感覺好像 扔一百條魚乾追海 我看到他每次都有一種感覺 我會覺得有差別待遇就當然了 不過只要不要說對 對 對 我覺得有一個平衡的 所以在我心目中 你講得暖男 即是講男人的 我覺得是對女性會特別好的 我自己會這樣理解 其實因為我們把很多集中的討論 都是一個性格對人好方面 其實會不會是他們擅長照顧人 能力居多 意思是有耐性 偏向有耐性那一種 就不單止只是喜歡對人 對人好基本上是一個 在動漫界很常見的一個設定 但是如果是擅長照顧人 然後之後特別有耐性的 那這個是暖男的一個能力 一個特殊能力 可以這樣去理解 那就不要比較男女 那就會好一點 就是剛剛我看到 其實都有一些聽眾都會說到 是鬼滅的主角 對 譬如可能 炭治郎 炭治郎 為什麼我們會想起暖男 就馬上想起他 其實其中一個特性 就是因為他從小到大 有很多家人 有很多弟妹 所以基本上他包裝的特性就是 就算豬頭 或者伊之座怎樣激怒他都好 他都會想方法去照顧他的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特性 還有這種主角會配搭上天然外 那就是很容易相處的那種 我覺得在動漫畫裡面 其實哥哥的角色 除了很容易死之外 都很容易成為暖男 因為通常哥哥的角色都會比較受到依賴 然後他通常都會是引導著後一輩 或者是年紀小的一些角色去前進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存在來的 再加上他們的死亡率都高了 所以很容易牽動到各位觀眾的情緒 你說哥哥就是 哥前哥後三分險的 所以萬計他們那時候分析過 你是哥哥的屬性 是增加30%的死亡機會 那又沒有的 如果你這樣說 例如拿烏陀 佐佐的大哥 他照顧他的弟弟 然後殺了其他人 他對他弟弟是很溫暖的 他對他同族人就不是很溫暖的了 所以就是回到宏觀和微觀的角度去看 他對他弟弟來說 他是一個暖男 我覺得就算對他弟弟來說 他也不是暖男 你不要說哥哥 你只是想我進步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你跟我說 不如說 他想他不用死 因為他覺得遲早出事 所以他做這件事 事之前 他叫了那時候的火影 說 你幫我看著我弟弟 我幫你做不要緊 你幫我看著我弟弟 這樣 嗯 嗯 但我覺得那些事情應該是要溝通 就是 猶太茲是一個不懂溝通的人 所以他可能是暖男來的 火影 那烏陀沒有一個人會溝通 沒有一個人會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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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會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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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還不是暖男嗎 如果你想問我 其實我有一個想說的 是 Peter Parker Spiderman 是 基本上他除了對他的女兒之外 他對其他人都很友善 就是 我想在尾萬來說 Spiderman 是應該在 至少在漫畫描寫 甚至是在讀者眼中 他是一個最 會照顧別人 最友善的一個人 除了他經常去拍拖 他會遲到 上班會遲到 害死那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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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 害死自己親人 就是跟他越親 他就越不友善 跟那些不太熟的 反而很友善 但是 如果你用數量上來說 Peter Parker 應該是 在他能力範圍 他想對 最多人 最友善的人 那怕是那些 很討人的Super Hero 他都很好聊 Deadpool 那些 諸如此類 他跟很多人都很友善 你很少見他很討厭一個人 如果你說 Deadpool很討厭他 純粹 很unfriend 加上 Deadpool 三個隻跳舞 所以 Peter Parker 是 如果你說要符合這個角色 也是動漫的 我反而會想起 Peter Parker Spider-Man 其實 Peter Parker 未必是一個很暖男的人 可能 大家 可能 我不太知道怎麼解釋他分別 Peter Parker 就是他平時的 自己 說真的 他女兒不會覺得他很友善 他愛惜他 Uncle Ben 他經常回家 在一般人來說 不會覺得他是暖男 但是 當他變成Spider-Man 他就是一個暖男 因為他對 大部份在New York的人 都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友善的人 所謂是Fanny Labor Road 所以 我會覺得 是 如果你要我找一個出來 如果在美曼來說 我覺得他的代表性是高的 但是在 Marvel Universe 就是MCU的世界裏面 其實他把Tony和Chris 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 是叫什麼 St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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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Steven 是一個演員 Steven Rogers 是的 我覺得他把Steve和Tony 推了上去 這個位置 當然 他好像 Peter都有他的 決心 他可能對他最親密的人 他可能會發達 因為他的責任 他覺得他的責任 大於他個人 所以反而他會發達 身邊的人 可能在Tony和Steve身上 他們都會見到 不是Cedic Steve身上都會見到一些 他們自己的觀念 和理念上的執著 那 還未亂得完 但是我覺得 他們在MCU裏面 他們都是暖男 有人說 要我們說Peter G Peter G 金銀博營 哈哈哈 朱就 對不起 我想不到 我想不到他對誰好 所以 沒辦法 我欣賞你 哈哈哈 他對林欣雷好 哈哈 但他想著表演就算了 其實 我看到有聽眾很厲害 他就問這個 即是 他就說 廣晚的暖男 他就想到這個 東方無敵 首先他懂狗羊 本身 是一個暖男 然後 而且他的行為上面 他在外傳那裏 又收了火雲邪神的兒子 做契仔 抽大他 息心栽培 然後另外 又經常幫農府門 又傳功 又找阿明鏡 去幫他們醫病 那他算不算 可以做一個暖男呢 他講漏了 他還要是 因為他 他還要是不舉 那他對女性 一定很紳士 哈哈 一定不會有任何 忌信 不舉的行為 那又不一定的 又不一定的 你有經驗嗎 你知的 你沒理由 你這麼熟 太監都會 都會有這樣的 太監都會捉 捉一些女奴回來的 這些書我少看 純粹是 純粹是 東方無敵 這個人 跟他有沒有 這個 正常的性能力 是沒有關係的 OK 但是我覺得 你看哪一本書學回來的 這些 很多的 金平媒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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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聖上 是不是暖男 因為 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聖上的設定 他是一個 機身寵的人 是的 他的行為很暖 但是他背後的理念 本身不是很暖 他永遠都做不到他的陰謀 我打算 你練成九陽神功之後 你幫我打死敵人 我再打死你 那我就 輕輕鬆鬆 搞定這件事 他沒有想過 敵人就是因為我打不贏 所以我就要 鼓勁你去打死他 那你打得死他 我打不死他 我就打不死你 他永遠都想不到這些 所以 他純粹是 他是有陰謀 但是他打不死這些陰謀 這樣一個存在 即他機關算盡 但是 他算盡了 他自己 知道你不夠 純粹是知道你不夠 那火雲邪神也是一個暖男的 我覺得邪神是暖過他的 邪神是暖過他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分析龍虎們的角色是不是暖男 可能要 要叫他游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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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白咒是 白咒當然了 但是白咒那種是去到有些 女性角色的存在 你們說一下 龍虎們你最多暖男存在的 哈哈哈哈 有幾個 白咒是去到女性的 他是一個媽媽來的 他是延內在移 還有因為白咒只是對西成勇 西成家 西成家 其實他是為了阿勇哥 愛好及烏 所以我喜歡阿勇哥 所以就對阿老爺好一點 這樣 我看到上面也有聽眾問過 譬如南宮問天或是聶豐算不算 南宮問天一定不會是 拋妻氣女 南宮不算阿 很難算阿 你說 聶豐嗎 聶豐那種叫內弱多些 我會覺得 都是 因為可能作為一個 雖然我 在大家姐剛才說的定義裡面 可能 不應該算進去的 但是他對他我兒子的那個冷落 逆風 邪亡之心不可測 太多旗 我作為一個爸爸的角色 如果我要認同一個爸爸是暖男的 我想他對他的 特別是他的小朋友 是他一定的關愛在那裡 很明顯廣慢的父親 通常都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我會有這樣的看法 第一節還想不想說多 誰的角色 留下第二節 好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和大家說說 一些動漫相關的暖男